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加尔宣布退休之后 不少他曾执教过的球队都发推对他表示感谢 拜仁主席赫内斯就第一时间为范加尔送上祝福 就专业水平而言 范加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之一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他为拜仁奠定了基础 他重视对足球的控制和球员的站位 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拜仁 海因克斯和瓜迪奥拉将他的思想发展并且完善 但是很遗憾他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但是作为一名出色的教练 我非常尊敬他 我祝愿他在退休后一切顺利 的确 范加尔的确为拜仁做了很多事情 他执教拜仁期间虽然也饱受争议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他改造了世卫英施泰格 他提拔了穆勒等年轻球员 如果没有范加尔 或许就没有当初的拜仁 夺得欧冠冠军 而这项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而他的认真也是出了名的 无论任何时候 他都会在场边拿着小本子 记下比赛的一切 光是他这种认真的态度 或许就值得所有人尊敬 不少曼联球员也发推 对范加尔表示感谢 范加尔在曼联执教期间 提拔了不少年轻人 比如拉什福德 比如门萨 比如他签下的马加尔 而拉什福德表示 感谢您的信任和提拔 享受退休生活吧 Fonts 马加尔也不甘落后 他在推特上表示 教练 谢谢你教给我的一切 能向你学习 是一种荣耀 而门萨也感谢了范加尔 给他在曼联守秀的机会 如果没有范加尔 曼联就没有这么多 出色的年轻球员 看看他在曼联执教期间 提拔的年轻人 迈克奈尔 布莱克特 杰克逊 门萨 威尔逊 瓦雷拉 拉什福德 林加德当然还有他签下的马加尔 虽然这些球员中 有一部分人没有踢出来 但是不可否认 他们都曾另球迷 眼前一亮 你还记得 迈克奈尔守秀 替补出场门前的头球解围吗 你还记得 布莱克特守秀的时候 在后场那一次 精彩的抢断吗 你还记得 当时踢中卫的门萨 表现多么风骚吗 你还记得 杰克逊的传中 令你感到惊叹吗 事实上 需要感谢范加尔的 可远远不止曼联 和拜仁两家俱乐部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阿贾克斯的青春风暴 你能想象他 带领一群孩子 击败了星光璀璨的米兰 拿到欧冠冠军吗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后来的巴萨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荷兰的 世界杯的第三 如果没有他 或许就没有 穆里尼奥和 瓜迪奥拉的今天 他不仅提拔了 无数年轻的球员 也提拔出了 当时两大名帅 这样的成就 即便是福格森 恐怕也无法比拟 范家尔 离开教练职位了 这些他成绩带领过的球队 球员或许都应该感谢他 而球迷或许 也应该感谢他带来了 那么多足球奇迹 而现在球迷能够做的 或许就是祝福 他退休后 一切顺利 而能够对他说的或许就是 再见范家尔先生 谢谢